2009年1月19日 正在旅游公司上班的张丽华 突然接到儿子强强打来了电话 妈妈 你给我吃点什么药啊 好难吃啊 强强的话还没说完呢 就没了声音 张丽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对着电话 微微的大叫起来 可就在这时的 电话里边又传出另外一个声音 哎呦不好 你这孩子口吐白沫晕倒了 我帮你送医院 你快点来吧 张丽华慌忙的放下工作 就往医院赶去 本路上他给前夫 也就是强强的爸爸吴光辉 打了一个电话 通知他立即赶到医院去 离强强家里最近的医院 是桂林市的解放军181医院 张丽华离开单位之后 又直奔181医院的急救室 果然的 他在那里找到了儿子 不过强强已经昏迷不醒的躺在病床上了 医务人员正忙着给他洗胃 医生告诉张丽华 说强强送来的时候 身上有这么一股子刺鼻的农药味 现在生命很炊味 能不能抢救过来 还是个未知数呢 就在这时 强强的爸爸吴光辉也感到了 听说儿子是农药中毒 他和张丽华面面相去 强强才12岁 怎么会喝农药啊 再说了 这农药也是从何而来啊 吴光辉忽然想起了他现在的妻子 蓝香 蓝香半年前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正处在不入期呢 而强强也是放寒假 正在家里 他应该知道一些情况的 吴光辉让张丽华守在医院 自己呢 急急忙忙的回到家里去找蓝香 可当吴光辉打开门时 一股浓烈的农药味却扑面而来 而蓝香已经不知去向 不过庆幸的是 强强终于被抢救过来了 可是啊 他苏醒过来的第一句话 就是说 妈妈 你从上海买回来的药 好难吃啊 张丽华莫名其妙 他确实是去了一趟上海 但是并没有给儿子买什么药啊 张丽华赶紧向儿子追问事情了 来龙去卖 这才知道 原来的 这天早上蓝香让强强出去买早餐 当强强买回来两份早餐 回家时 发现这门口地上 放着一个绿茶的饮料瓶 底下还压了一张纸条 强强连忙把瓶子和纸条都拿进了门 交给了蓝香 强强在餐桌旁埋头吃着早餐 蓝香走过来 将那个瓶子和字条放到了餐桌上 可是强强吃完早餐 来到自己书桌前 不知怎么拿 那个绿茶瓶子和纸条 又跑到了他书桌上了 强强呢 也没有仔细看 又移开瓶子和纸条 开始写作业 这时的 呼听蓝香说了 强强 你看看 那字条上写着什么呀 强强拿起字条 只见字条上写道 强强 这是妈妈从上海给你买回来的药 你啊 要在八点钟把它喝完 马上睡觉 十二点起床 妈妈来接你去玩 强强拧开瓶盖 一股难闻的气味扑鼻儿来 他迟疑的看了一眼蓝香 蓝香却催他赶快喝 强强刚喝下两口 就被呛住了 恶心 一下子冲到厕所里呕吐起来 可蓝香也跟进去了 顺势的把那张纸条扔到了马桶 可是几分钟过后啊 强强却更加的难受起来 便给妈妈打了刚才前面那个电话 听完强强的叙述啊 张丽华立刻拨通了报警电话 而这时 自知酿下大祸的蓝香 却已经抱着儿子躲到娘家去了 当吴光辉和张丽华带着警察 找到瑟瑟发抖的蓝香时 他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我错了 我错了 接着警察把蓝香带走了 蓝香被带走之后 吴光辉抱起 嗷嗷逮捕的孩子 对张丽华说 我们哪 都错了 这事就得从头说了 吴光辉是桂林市的一家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 1994年和张丽华结婚 1996年生下强强 这妻子张丽华 是一家旅游公司的导游 经常有带团出国的机会 认识了很多事业有成的男人 跟那些人相比啊 张丽华觉得 丈夫吴光辉显得太平庸了 果然的2004年呢 在张丽华的坚持之下 两人协议离了婚 把随着强强由吴光辉 监护抚养 离婚之后的吴光辉 在桂林市的象山区 坐了一间民房安顿下来 强强呢 也转到了附近的小学念书 可就在一次的自驾游中的 吴光辉又认识了蓝香 一路上蓝香把强强照顾得非常周到 自驾游回来之后的 吴光辉请蓝香吃饭表示感谢 就这样一来二去的 还是个姑娘的蓝香 竟然爱上了吴光辉 当时的蓝香才18岁 刚进大学没多久 吴光辉也没有多想 对蓝香是倾心相爱 忽然于一天 蓝香发现自己怀孕了 吴光辉这才慌张起来 极力的动员蓝香把孩子打掉 不过蓝香死活不同意 表示即便休学 要把孩子生下来 知道这时的 吴光辉这才开始认真的 审视这段恋情 一方面的 蓝香的深情让他怦然心动 另一方面 娶一个比张丽华年轻的妻子 对张丽华是一个最好的报复 于是吴光辉对蓝香说了 我一定会对你负责的 我们马上结婚 很快的 2007年12月 蓝香退了学 跟吴光辉举办了婚礼 就这样 吴光辉和蓝香结婚的消息 便很快的传到了张丽华那里 2008年元旦的前一天 张丽华以送强强回家的名义 来到吴光辉的新家 不愿适适的强强兴奋的喊道 爸爸妈妈来了 吴光辉听后闻声走出来 而跟在他身后的 是微微挺着肚子的蓝香 张丽华说 我来送强强 顺便给他买了点东西 吴光辉接过张丽华手里的东西说 来就来了 花这些钱干什么呀 张丽华看出了 吴光辉的表情很不自然 转身就离去了 接着他给吴光辉又发了一条短信 短信里称 我跟你说 看到他怀孕 我很担心 以后我们的强强该怎么办呀 吴光辉随即回复 是你要离婚的 你凭什么指责我呀 两人就这么一来一往的 连续发了五六条短信 在旁边的蓝香 他不高兴了 可是吴光辉就不耐烦的说 再怎么说 他这是强强的妈妈 你别乱吃醋啊 之后的 张丽华经常的去看强强 并且啊 每次都是大包小包的 带去不找东西 强强把妈妈送来的东西 都摆在客厅里 高兴的 就跟过年一样 这 蓝香实在是忍受不下去了 他让张丽华把强强带走 可张丽华却说 强强是判给吴光辉的 理应跟他生活在一起 蓝香又脱口说道 那你以后就不要再来我家 看强强了 张丽华哈哈一笑 不以为然的说 我去看我儿子 有法律保护 你怎么能阻拦我呀 张丽华依然是我行我素的 去看望强强 这下蓝香终于是爆发了 他严厉的质问吴光辉 你跟我说 到底谁是你老婆 他凭什么三天两头往我家跑 可吴光辉却说了 他每次都给强强买这买那的 你又给强强买过什么呀 蓝香又转头 向强强说 强强叫你妈以后不要再来了 以后你想要什么 我给你买 强强就嘟囔的说 不要 我就要妈妈买的 蓝香是越发的气急败坏起来 甚至把张丽华送来的东西 全部都摔出了门外 吴光辉看这样也不行啊 就唉声叹气的对张丽华说 强强呢 也不能不见妈妈 以后这样吧 我把强强带出来吧 结果的张丽华与吴光辉父子来往的是越来越更加频繁了 2008年5月23日 蓝香生下一个男孩 本以为这下就能拴住吴光辉了 可谁能想 吴光辉并没有因此减少外出应酬的次数 这叫好了 满腹怨恨的蓝香便把发泄的目标转向了强强 趁着吴光辉不在的时候 蓝香要么狠狠的恰下强强 要么故意的把他的作业本给撕了 强强不舍的向爸爸告状 吴光辉啊 也是被弄得焦头烂额 而其实现在的前妻张丽华 吴光辉和蓝香 他们三个人都是各有各的想法的 前妻张丽华倒就看出来了 吴光辉跟蓝香结合 就是一时头脑发热 他和蓝香之间的年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根本就没法沟通啊 只要自己这边不放松 那吴光辉的心依然会偏向自己 吴光辉的想法是 蓝香他毕竟刚刚二十多岁啊 再过十年 他很有可能就会嫌弃我老 那为了以防后患 必须跟张丽华保持好关系 万一以后蓝香抛弃了他 那至少自己还是有这些后路的 是吧 而蓝香 他凭着女人的直觉 一开始就看出 张丽华是打着强强的幌子 要跟吴光辉破镜重圆 他认为只要有强强在那 自己注定是要输的 于是他把怨恨全部都集中到了强强身上 有一天呢 蓝香突然想起了 强强曾经把他的QQ给过他 他立刻抱着孩子去了网吧 进入了强强的QQ空间 果然呢 蓝香看到强强在相册里面放了很多爸爸妈妈 带他去郊游玩耍时的照片 强强还在其中的一张合影照片上写了一段话 妈妈说只要姐姐就是指蓝香 只要姐姐不在了 我们就能像从前一样 我真希望他早一天离开 蓝香气得咬牙切实的说 哼 想的没 我绝对不会离开的 2009年1月初的 蓝香又偷听到吴光辉和强强的对话 爸爸 妈妈说春节带我们去坐飞机 去云南旅游 是真的吗 行啊 你把作业写完 我就带你去 过后呢 蓝香问强强时 强强却失口否认妈妈要带他去旅游的事 蓝香是越想越气啊 又联想起强强QQ空间里的那句话 他气更不大一处来 他不由的 心里自生出一个恐怖的念头 休想让我离开 我要让你先离开 那一天呢 蓝香到市场买回了一瓶假暗铃 把他藏在阳台上 2009年1月18日晚上的 蓝香问吴光辉 听说你要跟张立华去云南旅游 可吴光辉他却爱理不理的说 没有了事啊 别问那么多 蓝香一听火了 你给我说实话 到底是不是真的 你要是敢跟他去的话 行 我就带着宝宝给你离婚 行啊 离就离吧 你吴光辉 蓝香听了气不打一处来 又是一通发泄 吴光辉也是烦不胜烦 狠狠的给了蓝香一个耳光 蓝香冷冷的说 吴光辉 你记住了 是你逼我的 可吴光辉 他并没有将这句话放在心上 第二天呢 蓝香冒充张立华的口气 写了一张咱们前面所说的字条 可怜的强强 懵懵懂懂的就把农药喝了下去 幸亏的被邻居及时的送到了医院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强强获救出院之后 从此对瓶子产生了一种恐惧感 他呀 只要一看见瓶子就打颤 有时还会产生呕吐的现象 为了避免看到瓶子 强强整天把自己关在家里 学校开学了 他也不敢去上学 因为同学们大多都是拿着瓶装水的 吴光辉没有办法 带着强项到了广西医科大学的心理诊室去治疗 医生说 这是中毒事件对孩子造成的心理阴影 需要很长的时间治疗 他能彻底的解脱 2009年1月22日 鉴于蓝香还在哺乳期 桂林市公安局依法特取蓝香取保候审 又到了2009年的6月5日 桂林市象山区的检察院 对哺乳期满的蓝香正式批捕 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就如咱们本文的题目 这离婚了 就不要欧断思连了 其实离婚之后 要解决父亲母亲孩子之间的关系 有很多种方法 而吴光辉呢 他却用了最坏的一种方法 好了本案到此结束 咱们下期见